大家好,我是我爱阿抓子 今天是2019年11月16号星期六 今天我在做期有关基督教和谐控制计划的节目 今天呢,我是做的有关短节目的第12期 刚才有点那个,我加了一个背景音乐 背景音乐是有一段唐咒的那个爱德罗曼 是这样可以屏蔽掉一些噪音 我看看效果好不好 今天呢,我主要是做一个有关和理非 和那个无底宽恕 无底和谐宽恕的关系的问题 我为什么做这个节目 因为主要是网上我推的 看见有一个叫徐志勇的人 因为我前几天做了一个赵小 赵小和这个徐志勇 他们是有联系的 我以前上次做过 由于他们呢,徐志勇他并不姓祖 他也不是基督徒 所以说本来也不该我去管这个事情 因为他们讨论的都是香港的一些问题 你们可以看见我 就是那个网上一个叫吴建明的人 他在批那个徐志勇 徐志勇他就是说 香港的那些反送中的人是暴力嘛 因为他们许多是主张合理非的嘛 然后我就推了一个 因为这个非暴力哈 就是他的那个合理非 他其实是一个大计划 他这个大计划就和那个教会里面的 那个无底和谐宽恕 它是一致的 所以我今天要做这个节目哈 我说一下那个非暴力当然就非常是流行 它实际是叫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哈 叫非暴力不合作运动 它是由甘地发起的 所以也是刘晓波他们主张的无敌嘛 所以他们就是无敌哈 他这个这个东西从零件上来讲 它是一致哈 我是指合理非 合理非他和教会没有关系 但是无敌和谐宽恕就和教会有关系了 以前我的节目也做了很多哈 就是就是我的第大概是第一期节目 看见没有 我就是把这个是放在第一期 我做的第一个期节目就是分析无敌和谐宽恕的实质是强奸 华人基督教勾结远知名的思潮 这些基督教和谐控制计划 我做的第一期的节目就是这个 因为这是个大计划 基督教和谐控制计划 它是控制整个华人的 他们推出来的就是这种 叫做他的灵界背景 我原来讲过就是因爱称义 基督教本身的信仰叫做因性称义 他没有因爱称义 这时候他们就替代了因性称义 就是然后就是因爱嘛 他的爱其实就是爱掌权者 也爱掌权者 所以说他的无敌和谐宽恕 通通是我们不是掌权者的敌人 我们和谐我们要掌权者和谐 我们宽恕也是宽恕掌权者 无敌就是指刘晓波 就是掌权者不是我们的敌人 因为为什么刘晓波 他本身也不是基督主 为什么呢 因为他和他的两个副手 为什么把归在一起 他因为他的两个副手 就是于解王仪 他们以前就是主张的这个东西 所以说你看和谐 就是指远之明的就证共识 就证共识里面有个和谐 和谐什么就是和党和谐 就是和党打成共识 宽恕是什么 宽恕就是财林上当 发布了宽恕里奔 所以说他的这个东西 全部是宽恕掌权 宽恕掌权 所以说他的合理非 他也是他的临界 背景是完全一致的 完全一致的 他们都是党的人 所以说我为什么把他们连在一起 他们不但是他们的思想是高度的一致 并且他们的人愿上也是相当的有联系的 所以说我再来给你们看那个徐志勇 其中他们的联系我在那一期已经讲过了 就是在这一期吧 就是这个就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基督徒教会卧底造小 这个就已经讲过一题提过一点 因为这个造小就是和徐志勇他们是有关系的 他们的联系点就说我们因为徐志勇他本身不是基督徒 所以说他的其他的事物 我只是说他和造小的联系 造小联系他们联系到什么 就是你们在网上去查那个徐志勇造小和钱惠云 钱惠云就是那个村长嘛 他是不是那个车把他压死了 当然网上的那些好多人说是故意压死的 当然到底是不是故意压死的还是是真的出了车祸 因为我们也没有现场 但是大家都网上的一般的认为他是被故意压死的 但是说是当时徐志勇他们去做出一个报告 其实就是为政府写定了做的结论就是 就是是真的是出车祸嘛 所以说你们可以去查这个 徐志勇造小钱惠云 最主要是问我们说他 因为当时有几个组 他们有几个组的人愉快去调查钱惠云 我上次说过就是赵晓和余建荣还有一个叫什么的 这个你们网上都可以查得到 我就我一下说不出来我就不说了 就是你看你看这个钱惠云案 你看这个人说徐志勇余建荣马是前邸 这个余建荣就是说把这三个人放在一起 说他因为那个余建荣他也是研究基督教的学者 而这余建荣也是参加了就专共识发表之前的 和刘同书一起参加的研讨会 就都是控制基督徒的 你看这边钱惠云案 徐志勇余建荣马是前提 他们其实都是党的人 都是有官职的 他们都是有官职的 余建荣 所以说那个赵晓他们一帮人 就是徐志勇带的一帮人去调查 然后余建荣赵晓和那个 还有另外一个人也带着一帮人 都是他们赵晓他其实是有官职的 他不是民间人士 但是他冒充民间人士 余建荣也是有官职的 他也不是民间人士 他也是吃黄粮的 所以说他们去调查徐志案 调查那个钱惠云案 调查完了之后不就得出结论 那就是正常的自然死亡 所以说一看徐志勇他们出了结果之后 余建荣当时他们也是说是正常死亡 正常死亡这个时候赵晓就立了 赵晓就消失了 他就没有出来说话 只有就是余建荣出来说话 因为出来说话一看 这个事情被他们平息了 因为当时的民分比较大 因为他们故意压制了那个存转 所以说余建荣他就没办法 他又要引导舆论 这些东西你们在猫眼看人都可以看得到 好 然后余建荣他就改为去打拐 他就打拐 他打拐是拐什么 记住好 余建荣也是研究基督教的学者 他是赵晓他们一伙的 和那个钱惠云也是一伙的 他们去打拐 打拐是打什么 他就是说 哎呀 这些人拐卖了儿童 拐卖了儿童就把儿童整成残废 然后去要饭 要饭的时候是他要打拐 其实就是打拐卖儿童 但是还打来打去之后 你看看 他的打拐 研究余建荣体验不准有 你看 余建荣教授顺势提出了 全面禁止儿童祈祷的两会法案 直接将打拐变成禁棋 所以你们去看这个 因为他调查来调查去之后 发现不是存在那些父母带小孩 带来残疾小孩要饭 不是拐卖的 他做出来调查 不是拐卖的儿童 是真的由于穷 那个小孩残疾 连父母就带小孩来要饭 所以说他这个人好坏 他就顺势提出了 全面禁止儿童祈祷的两会法案 他就是 他最后他就禁止 就是父母带小孩要饭 你们知道这是个什么概念吗 他就其实就是粉饰太平 不准大家要饭 这是要饭是一个人 自然生成的一个法则 没有人没有饭吃了 就必然要饭 你如果不吃就只有饿死 在任何年代就没有说要禁止要饭 就像是那个朱远章 朱远章他就是要饭出生的 在他那个年代也没有说要禁止要饭 但是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之下 在三年灾灾人祸 其实就是人和灾害 那些农村没有饭吃的时候 共产党都禁止大家出去要饭 宁可把那人饿死就不让他们出去讨饭 为什么 因为他们害怕传播真相 害怕传播真相 害怕这些人出去之后 行政流迷又造反 所以说就把你们固定上来 连要饭都不要 所以余建荣也提出了这个要饭 你想这些人的心多坏 所以说好多人 当时我推了把这个事情推出来 因为这都是以前好几年前的事情了 许多性的推友 他们并不了解这个历史 他们就跟风 跟风说这些东西 看见一个人只要自称是公知 他们就跟着他跑 所以说这些名人 特别是教会的名人 特别是教会牧师名人 比如上那个叫刘怡 刘怡一个背一个台的 那个是专门鼓吹高智慎的 还有叫任不畏 这是一教会名人 这些都是党的人 基督徒们 一定不要伤大弱变 好 所以说我就说这三个人 就是徐志勇 赵小 余建荣 他们都是党的人 他们都是基督教和谐控制计划 沾边的 他们是如果把河里飞连在一起的话 他们都是为党说话的 所以说我就把这几个连在一起 所以说 非暴力 非暴力 河里飞的实质 它其实是无敌和谐宽恕的实质 就是强奸 就是强奸 所以说我就发了这个帖子 发了这个帖子 所以说你想 我就说一下 因为香港的事情 它并不是 它也和教会没有太大的关系 但是由于这个河里飞 就和教会的推行的思想是一致的 就是无敌和谐宽恕的实质 和它和河里飞是一致的 所以说我就发了这个帖子 就是看看香港有多少小孩被强奸 多少小孩被杀害后 抛尸大海 多少小孩被推下高楼 卫造自杀 这就是强奸的理 还要理合强奸犯和谐 这个财林的那个被强奸的案 刺激 倒还提出了宽恕 这都是上当受骗的 那些人都是为了去统战他 统战他之后 让他发出的宽恕的论 这是 徐志勇们推行的和里飞 完全和教会卧底推行的无敌和谐宽恕一致 他们的灵界背景完全一致 都是撒旦 你们接受了这个思想 就等着下地狱吧 属于等着你们 当然 作为基督徒 我们说反对他这种 推行这种思想 因为这种思想 它并不是属于基督教的信仰 它也不是属于基督教的延伸的信仰 至于基督教的 我们的信仰部分 就是使徒心经十二条 和这些都没有关系 也没有关系 那个非暴力不合作运动 就是和里飞这些 它也都是他们 世俗社会的时候 为了管理这个世界的 提出来的和教会 也没什么关系 也没什么关系 你说思想上会有一点点的联系点 就是那个爱 就是那个爱 那是鬼爱 就是因爱称义 就是 就是丁光信 要替代 因性称义 就提出了因爱称义 有那么一点点联系 但是它不是属于我们的信仰 就相当于无敌 和谐宽恕 这些都不是属于基督教的信仰 当然 你不要说我反对这个 就是说我要主张暴力革命 推翻政府 这也是不对的 请基督徒们 你们一定要审 圣诗明辩 并不是说我反对这个 并不是说我要支持他的反面 就是说暴力革命 基督徒造反 这也是不符合圣经的 我只是说 他这个思想 不是基督教的信仰 你这个思想 他的来源是灵界 是属于撒旦 是属于撒旦 我们不要相信他这个东西 当然我们也不要相信 他的反面的东西 因为他都不是属于基督教的信仰 所以说我今天就特别的 讲一下这个 讲一下就是 就是和理非 和无敌和谐宽恕 在教会推行的无敌和谐宽恕 它是一致的 它的灵界背景都是撒旦 所以说你看我做的第一期节目 就是基督教和谐公职计划 这些都是党推行的 推行的来控制华人的 对华人也就是基督徒以外 他们是以和理非其控制 在教会里边 他们是以无敌和谐宽恕 来控制基督徒 这些都不是基督徒的信仰 都不是我们的信仰 好 今天我就讲到这里 我也看完